给大家看一下小乌龟的情况 给他们喂点水凉 吃的可欢快了 不过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小乌龟们在一天天长大 我感觉现在这个钢也太小了 所以我决定给他们升级一下 换一个更大更好的房子 这我给他们放的超大十分钢 直接比起来要大了一倍 而且还给他们配上一个豪华过滤器 开始跟小乌龟搬家了 看看他们游的多欢快 这个乌龟搬虽然很大 但是没有乌龟的塔台和躲避屋 所以我决定 接着我让他们打造一座乌龟球堡 这是要用它的材料 开始制作 我们需要把所有的配件都打一刷 打开 最后我们再次判断 所以我们先继续 带到最后 就放在散情 最后七个人 最后 你 可以 现在所有的配件都打印出来了 开始冰击 再次冰击 乌龟城堡终于完成了 两个这个制作前这么费时间 以后用了我10个小时 大家给点个赞资讯一下吧 不过成品我还是很满意的 放入钢链看看小乌龟们喜不喜欢 乌龟对新城堡很好奇 他才有点抖直接翻了 这个更厉害直接又炸了 给他喂点东西吃 这个城堡的空间蛮大的 蛮适合小乌龟的 所以他们很喜欢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拜拜